国际汽车大厂福特汽车再宣布瘦身 该公司宣布位于英国威尔市的汽车引擎厂房 明年就会关闭 多达1700名员工可能饭碗不保 福特公司说由于消费者的需求改变 英国国内和全球的汽车市场逐年萎缩 导致威尔市的引擎工厂面临了生存难关 虽然福特汽车强调关闭厂房 是因为引擎需求量逐年下滑 和英国脱欧没有关联 不过这个决定预料将对脱欧后 经济前景不明朗的英国带来新一波打击